那相信这两天气细冷 很多人又把羽绒衣拿出来穿 那如果到时回温这羽绒衣要洗 有网友就告诉大家 其实有三个禁忌 洗甩 晒是要避免掉的 甚至有人教说 可以在洗衣机里面放网球 去洗羽绒衣 气温流滑梯 后时包暖的羽绒外套 拿出来赶紧穿上 冬天必备穿搭 现在却有网友碰上困境 亮丽桃红款式看起来很吓趴 但里头的羽绒全结成块 羽绒衣丢进洗衣机洗成这样 民众超困惑 错误洗法 衣服很快就报销 专家分享红衣技巧也有一套 家用通常在五公斤左右 建议一次红衣件 最多不超过两件 温度则要控制在四十到七十度 一次五到十分钟 否则空间太挤 烘衣时间太长 衣服容易烧焦 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第一次烘干如果没有 羽绒心没有开的话 那必须再晾晒 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再烘干五到十分钟 那里面一直转 放在里面那个 羽毛会结成一球一球这样 对对对 那会丟洗一击洗吗 等一下 我怕会掉 就给它擦一擦 要不然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毛会出来 还有网友当起生活智慧王 分享可以使用网球满红拍打 制造蓬松效果 厉害配布也是真的 个人推测 他希望的是不要让衣服打结 让衣服有充分的伸展的空间 可是终归还是一句 你的烘干器不能放太多衣服 怎么包样掌握妙招 可别让昂贵羽绒衣洗到报销 华视新闻陈俊玉章德森许听论 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